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下台以後的蔡同學不甘寂寞 她現在在幹嘛呢 她想要到處跑 然後來增加她的知名度 可是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呢 出在外國媒體 沒有人在管她 也沒有人在報導 因為對國外來講 不要說筆尖大曉得台灣的現任總統了 就算是筆尖大的國家 基本上只有一件事情 會引起西方媒體的注意 就是海峽兩岸之間 是不是又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諸如此類 還有台積電 現在是不是要被掏空了 要被整個綁架到美國 只有這一類的事情 才會引起國際的注意 至於我們的外交 我們的政治 這些東西在國外的媒體當中 是根本不感興趣 那既然不感興趣 蔡同學為什麼要這樣子跑呢 她最大的目的就是 她希望能夠把這些外銷能夠轉進口 轉進口給誰看呢 我一直說她給兩個人看 一個是給賴清德看 告訴賴清德說 我在國際間比你兆多了 你別搞我 你搞我 我在國際間講你的壞話 第二個就是給台灣的司法官看 司法官就包括了檢察官跟法官 告訴他們說老娘的權利還在 你們別以為我是跛腳呀 那沒關係 反正不管她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都不能掩蓋她 就是一個學歷詐騙了40年騙子的事實 而所有能夠定罪她的這些證據 沒有一樣是她可以靠權勢塗抹的 也許你可以像這個英國的Tribunal Court這樣的 或者是她的ICO 延檔 然後拖延 然後敷衍 但是 你沒辦法改變事實 也就是說 你延檔到不能延檔 你敷衍到不能敷衍的時候 你還是要出來見公婆 所以蔡英文現在最害怕的就是這個 所以她不斷的製造一個她的熱度還在 當一個人越是製造這樣的假象的時候 你就知道她內心更是空虛 蔡英文很好玩 她到加拿大去對不對 然後到加拿大的時候 自己在自己的臉書上貼了一個 她到加拿大受到熱情的歡迎 我請各位同學你們想一想看 我出來到各個地方去演講 我頂多告訴大家說 我演講的內容是什麼 或者是我要影片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有聽過任何一個人 把她接受接機的這個畫面弄出來 然後說我受到多麼熱烈的歡迎嗎 你看到這個畫面你就知道 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而事實上呢 你去看那個蔡英文在她的臉書上 貼出來的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得出來到機場接機的人不多 因為她一直都是給了一個比較近的鏡頭 那對於 但這個不是一個重點啊 重點在於 反她的人在加拿大做了不少的事情 我不是很確定 在加拿大的這個論壇的會場 是不是會出現讓人覺得很驚奇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已經有一些在加拿大的台橋 而且是綠營的傳統支持者 把蔡英文的惡行惡狀告訴了加拿大的論壇 跟相關的一些政府官員 他們信不信 我不知道 我也不在乎 重點是 大家把真相告訴全世界 這件事情 對台灣真正要獲得世界的尊敬 才是真的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蔡英文為什麼會到加拿大 其實這個問題也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是 她為什麼全世界都去得了 獨獨英國去不了 各位去想想看為什麼 是英國不歡迎她還是她不敢去英國 大家想一想看這個問題 還有這麼傑出的校友 為什麼不回倫敦政經學院去發表演講呢 你說那個時候她在美國 她在一樣康乃爾為什麼不找她 對不對 好你可以說 因為她當八年的總統 這個當然不可能 可以啊 現在卸任了 康乃爾該回去了吧 應該回去跟她的那個已經被她誓死的 那個巴薩洛見個面吧 還有 倫敦政經學院百年來難得的一個兩年 拿到1.5個博士學位的傑出人士 怎麼不要去演講呢 欸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大家不要幫她寫個推薦信 靠關係 跟她這個想辦法讓她到英國去演講好不好 或者到Cornell到Ethaca New York 去演講 這個才是真的讓全世界看見台灣不是嗎 好很多人說欸這個蔡英文啊 他怎麼有這個本事 這不需要本事 這需要什麼 這需要本錢 這不需要本事 你只要本錢購就好 蔡英文在她八年的任內 灑了不知道多少錢 藍白灑灑的立委 這些立委完全沒有在監督啊 各位想想看 最近有一個令人害人聽聞的消息是 台灣的這個幾百億美金的軍購 150億吧 竟然負責的人是落在蕭美琴的身上 台灣的歷任副總統有哪一個在管軍購的 連好博春都不敢啊 對不對都不敢明目張膽的就說 喔軍購就我負責 欸結果蕭美琴竟然是負責軍購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在在任的八年已經跟蕭美琴串通好 把台灣未來五到十年之內的所有軍事採購 都跟美國寫下了承諾簽了合約 所以現在呢 賴清德拿了滿手的合約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毀約 又不知道這該怎麼辦 又不想把這個東西攬在身上 變成一個不定時炸彈 只好交給蕭美琴 好吧 那你要趕去弄吧 可是 賴清德是笨蛋嗎 我可不這麼覺得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看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呢 再說明一件事情 蔡英文所做的每件事情啊 都是拿著大家的血汗錢啊 在跟國外的這些軍火商 這些政客們在擲感情 蔡英文為什麼可以到加拿大去做這趟什麼 零什麼獎啊 我們來看看 俠新聞的獨家報導 蔡英文參加哈利法克斯論壇背後的軍火交易 與政治角力 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宣布 將在11月22號到24號出席在加拿大舉行的 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Halifax National Security Forum 簡稱HSF 並且發表主題演講 聲稱要向國際社會傳達台灣人民 堅定守護民主自由的努力與信念 這個我完全沒有意見 台灣人民很想要努力的堅守自由民主 可是 執政八年的蔡英文 卻徹底的破壞了台灣的人權和民主 所以蔡英文所到的這處我會去消毒 那我會去消毒可能是事後 反正接下來我會在全球這個 只要我能夠參與的論壇 我都會跟大家講 The True Voice of Taiwan 而且我會透過我們的英語新聞 跟全世界來update 最新的台灣真實的狀況 好這個論壇呢 它要宣稱台灣社會人民 堅定守護民主自由跟努力跟信念 也要持續跟國際社會合作 為全球的穩定和繁榮貢獻力量 好 那麼這個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是在2009年成立的 當時隸屬於美國 德國 美國的一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這個論壇呢 是2011年成立 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 加拿大政府是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的 一個支柱者 到2020年已經向該論壇提供了 超過2500萬加幣的資助 差不多相當於 六七億台幣吧 我看 對2500萬對差不多等於 五六億台幣 還包括了來自北約跟歐盟的資助 另外來自私營企業的資金支持 這個有趣了 包括了一些接受國防承包商的贊助 下新聞起底 包括了Andreal CAE MDA 好問題不在這裡 那你說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跟中國的台北有什麼關係 捐助這個論壇的國防承包商 叫做Andreal Industry 是台灣中國的台北 往來的密切的軍火商之一 根據台北時報 台北 times 的報導 在2024年的10月 中華民國國防部 與美國政府簽署正式協定 從國防承包商 Aerial Viewerment 還有Andreal Industry 來了 我們的這個10月份 簽訂的這一份合約 那各位可能會問我說 10月份是賴清德 又不是蔡英文買的 我剛剛講過了 蔡英文跟蕭美琴在卸任 美國駐美代表跟總統之前 早就把台灣未來5年到10年的軍事採購 全部綁死了 不信大家去查一查 這些合約賴清德拿到手上沒有辦法 因為人家已經開了票了 蔡英文開的 那賴清德說我 對不起那不是我的 我推翻 只好摸摸鼻子吞下來 2024年10月份 中國的台北國防部 跟美國政府簽署的正式協定 包括國防承包商 那我剛剛講的叫做Ariel Verumont 還有這個Andreal Industries 我拼出來讓大家去查 證明我沒有胡說八道 A-N-D-U-R-I-L 叫做Andreal Industries 就是那個國防工業那個Industries I-N-D-U-S-T-R-I-E-S 購買了多達1000架的無人機 這1000架的不是拿來玩的 是攻擊式的無人機 其中的這個Andreal Industries 就是這一次呢 支柱這個論壇的主要承包商 所以我要請立法委員去查一查 中國的台北有沒有在這一個 採購案上付兩次錢啊 一次錢呢 是付這個無人攻擊機1000架 另外一個呢 是要付給這個叫什麼哈利FAX的論壇 所以透過這個國防承包商當白手套 捐錢給這個哈利FAX論壇 讓蔡英文呢 能夠去那裡發表演說去領獎 蔡同學幹這種事不是第一次啦 她是慣犯中的慣犯 不信大家去查一查 舉凡她領獎的那個單位 背後全部都有跟台灣相關的一些企業 還有台灣的資金的往來 蔡同學繞了一手 對不對 她今天呢 哎 要買這個一瓶可樂 結果她付了三倍的錢 其中呢 買可樂剩下的錢呢 她請這家雜貨店 把這個雜貨店的多出來的錢 請她轉給另外一個單位 然後再請另外一個單位呢 頒個獎勳章給她 這就是蔡同學在玩的洗錢換獎狀的遊戲 然後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Andreo 我們的採購的這個無人攻擊機 它的這個LTS600MB無人機 是一種能夠自由的 它由這個單個操作員一個人操作 控制飛行飛航器 航程是160公里 飛行時間是兩個小時 也就是說呢 國軍可以派一個人去玩這個飛機 然後飛過台灣海峽 然後去投彈 這個就是無人式的攻擊機 那我們買的廠商已經簽約了 今年10月份正式簽署協定 所以前面呢 應該有一些memorandum 就是有一些備忘錄 因為一個軍事採購不會是說 賴清德5月份上任以後 10月份就來簽約 所以前置作業已經在前朝做完了 那這些人呢 竟然也是這個Helifax的論壇的資助者 大家就看懂了蔡英文在玩什麼了吧 好 那麼 我們沒有直接的財務證據 可以顯示說 哦 這個Andreal的industry 就直接跟蔡英文拿了錢之後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密約 說這個錢呢要捐助給這個Helifax論壇 然後交換的條件就是蔡英文去得獎 沒有我們沒有證據 沒有就是沒有 可是我請立法委員 這麼奇怪的事情要不要查一下呀 我再講一遍喔 辦這個神不知鬼不覺的 在加拿大一個偏僻的地方辦了一個論壇 這個論壇呢 呃低調到不行 啊 地點呢也不敢公布 這個論壇 是請蔡英文去領個獎 會表彰什麼人權自由民主 請他講講話 這個也就算了 這個論壇的資助者之一 是軍火商 這個軍火商呢 剛從台灣拿了一個大訂單 這幾件事情把它加在一起 兩隻老虎 一隻沒有尾巴 啊 一隻沒有嘴巴 哼 真奇怪 真奇怪 那麼 台灣呢 跟這個哈利法克斯 國際安全論壇 的合作關係 各位從這個外圍組織去看看 但是 中華民國國防部跟國防智庫 國防安全研究院 啊 我曾經提過的嘛 國防安全研究院 就是 我們的軍火商到台灣來呢 就跑去這個國防安全研究院 他們呢 跟這個我剛才講的這個論壇呢 什麼哈利法克斯論壇 在2021年呢 合作過 在台灣舉辦過 Halifax in Taiwan的活動 2021年誰當總統 蔡英文嘛 所以這個活動 濃濃的政治味 濃濃的軍火味 好 我們在進段廣告 我們回來之後呢 我們要來談一個問題 現在 好不容易弄了一個 立法院執權行使法 就是讓立法委員可以質詢的 比較過癮 把這個官員不能夠胡說八道 然後立法院可以有聽證權 可以有調查權 結果 好不容易這個藍白過半了 在野黨過半了 讓這個法案過了 過了以後 哎 你要嗎 就是複一複一 要不然你就不成你要倒閣嘛 對不對 那要不然你就要吞下來 這是一個憲法架構下的checks and balance 誰是制衡的原則 哎 結果呢 現在賴清德竟然把這個案子 丟去給大法官 要由這個四個大法官 來推翻 113個立委的多數決鐘的決定 結果大法官眼睛一蒙 我直接就告訴你 哎 你們就是違憲 那 現在呢 這個藍營的翁曉玲 就提了一個案 那也過了 就是說 你要來這個憲法法庭 所謂的憲法程序法 憲法訴訟法 你要透過法庭 你不能什麼案子 在立法院輸了以後 就跑去大法官視線 大法官都我的人啊 所以立法院就直接廢掉算了 為什麼 因為 憲法法庭變成台灣的三審中的第四審 你前面都輸了 最後就交給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說贏就贏 說輸就輸 以前我認為啊 法官已經夠大了 對不對 總統選舉有沒有會選 當選無效 這個當選的所有的問題 有沒有做票 有沒有這個侵犯人權 全部法官說了算 一個人 蔡英文的博士學位學歷證書 明明就假的 一個張永慧就能說是真的 他說這個論文是真的就是真的 打死了全台灣念過博士的人 這個權力還不夠大 還要在三審之外再疊加一個憲法 法庭 那憲法你全是民進黨的人 所以你不管怎麼樣打官司 最後立法院舉手 表決法案通過了 通通送憲法法庭 全部把你沒收 這是現在台灣面臨的困境啊 民進黨做這件事情叫做引證止渴啊 他今天他在立法院是少數 他不服氣 就要把這個權力架空 然後讓自己的這個掌握的憲法法庭 來獨斷獨行 這對台灣的體制是嚴重的迫害 當然我不是什麼憲法學者 我也不是什麼這個塑驗鴻爐啊 所以我們進一段廣告 我們來請我們的老朋友 張靜張律師 從他的角度來看看 這個憲法法庭 目前的這個狀況 跟台灣的司法體制 到底應該怎麼看這個問題 進一段廣告馬上回來 中文化席 you're a lost cause i can't hold you anymore i need a reason for why you're so unsure you're a lost cause after all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strangers some you'll get to know but i'm the kind i used to know but you still act like you don't know but you still act like you don't know you're a lost cause you're always out the door you're always out the door you're always out the door 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正經 好 有關這個憲法訴訟法的部分 來 我們今天來請另外一個說法的當事人 就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司法改革黨的黨主席張靜律師 張靜律師絕對有資格談這件事情 第一個他當過檢察官 他當過法官 當過主任檢察官 當過庭長 他還當過第一屆蔡英文主政下的司法改革委員會 司法改革 國式會議的委員 國式會議的委員的代表 最後他怒辭這個委員 然後那一幕我想大家都記憶猶新嘛 因為他發現這是一個幌子 民進黨執政根本沒有要改革司法 連司法改革國式會議裡面 那個表決都讓蔡英文說我表決到我高興為止 這令人失望 那一幕我記得很清楚 我也是因為這樣子跟張靜律師絕緣 絕緣 不是絕緣 我在民視的時候我主持政經看民視 那我對司法的非常有想法 我也對司法很有很多的負擔 我在台大當教授的時候 我就成立了司法庫斯拉獎選拔 那時候我把茶葉罐直接寄到那個檢察中 萬美金 就憑這樣一句話 這個部長的一生的親喻啊 就這樣子被毀了 在牢裡關了五年啊 我覺得台灣的司法太荒唐了 對我才一腳跳路 他一個賴丁甫府的情形 基本上就憑著一個人說 他一個人的帳上有記說給了賴丁甫府錢 他原來是和川局的局長 然後後來他也表明說 其實是他賭輸了錢 為了要跟股東交代才這麼寫 寫是他寫的 然後呢 就沒有其他任何的證據 而他也否認 後來也否認說他有送錢 但是就以那個賬的紀錄 就把賴丁甫府判刑確定 也去關了大概有五六年 也有差不多 對啊 所以這原案非常多在台灣 你說一個人收錢 你要有金流啊 對不對 就是沒金流啊 叫賴丁甫府的案子沒金流 郭耀奇案子應該沒金流 對 我當時我記得我挺郭耀奇案子 是我看完這個案事件我覺得太荒唐 如果茶葉冠裡有兩萬美金 那你這兩萬美金你能怎麼用 難道能夠去通話街打香腸把它用掉嗎 你一定不是存進美金帳戶 存進台幣帳戶就是匯到國外嘛 要不然就放在家裡嘛 那你去搜啊 聽說郭耀奇家被搜的這個像這個炸彈炸過一樣 那就是沒有啊 那請問那這兩萬美金跑去哪裡了嗎 兩萬美金在台灣 台灣是不能拿美金用的啊 你一定要經過銀行嘛 那或者銀樓私下會對 總之請問兩萬美金跑去哪裡 好這案子是題外話的 其實他就是讓我一腳跨進司法改革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來主持節目 我在台大當新聞所所長的時候 我就出來辦這個活動 然後去力挺 就是司法改革 所以我當然我覺得對張靖律師來講 他對我來講是 當然是亦師亦友嘛 對不對 他為了論文門 他吃的苦頭不比我少啊 而且我看到他為了司法改革所 願意擔負的那個承擔啊 我覺得無論如何我是很敬佩吧 好今天我們要來看這個憲法訴訟法 我當然有我自己的看法 不過等會再跟這個張律師請教啊 你覺得這個案子最大的問題出在哪裡 最大的問題就是 律的根本不承認 不承認他違憲 反而說這個藍白立委所提出的 所謂的翁版憲法訴訟法的修訂本 說是違憲的 那在我看來 翁版一點都不違憲 到是憲法的法庭的 一一三年 憲判是第九號針對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 的判決很多都是違憲違法的 這是我的觀點 比方說監察院 行政院到總統 他們有什麼資格來提這個申請 憲法法庭來宣判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是違憲 你根本不夠資格提 憲法法庭就應該要駁回他們的申請 反而 怎麼說 應該要以不受理說 你們沒有資格提起這個訴訟 那理論上唯一有資格提起的 從這個法律的角度 只有立法委員本身 但是這裡面又要想到 你今天第一次表決輸了 覆益表決輸了 然後申請 然後才來申請宣判 這個所謂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違憲 那如果照這樣子下去 以後所有的法案 只要民進黨不爽的 他都可以由立委去申請釋憲 這樣對嗎 尤其經過覆益的案子 你願表決不服輸 而且在立法院的表決 是大家公開看得到的 如果你這個不服輸就可以申請釋憲 以後所有你不服輸的案子都可以釋憲 那在野黨的監督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或者在野黨想要立的法律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因為所有都可以宣告他違憲 這是我堅決反對的原因 I hear you, you're on a call at midnight I see you fell asleep on the couch tonight I see you fell asleep on the couch tonight You never complain but I hear you sigh when you are all alone I see you while you'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I never told you bu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getting older but I love you and I love you and I love you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hold my hand The way you lift me up your shoulder Tell me I could fl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braid my hair The way you hold me close Tell me it's gonna be oka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I heard you have been feeling quite alone Now that you see me twice a year If not more If not more I feel your love come through The phone saying I I love you I said I know 其實台灣人民也沒有很笨 你去看游盈龍的民意調查基金會 你看看民意的呈現 其實台灣人民沒有那麼笨 不是民進黨 可以塞人的沒有那麼容易 其實大家眼睛都看得很清楚 我在海外有些台派的獨派的群組 還有很多人在挺 這個民進黨 認為國衛行事法是亂來 執券行事法 我其實也搞不懂他們怎麼會這樣想的 因為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在台灣 特別是我們的監察權非常的不髒啊 如果呢我們的立法權還這麼的雷弱 沒有調查權沒有聽證權沒有藐視國會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哦 今天美國之所以 你看哦 Elon Musk有這麼大的企業 他出來擔任這個政府效能部 還包括了美國的交易部長 國防部長 很多人都富可敵國啊 最近的商業部長 他呢有500億台幣 台幣吧 他有大概500億台幣的身價 他是一個很大的財務公司的負責人 而持有60%的股份 那我就問我的美國的朋友說 他們這樣子不用擔心 他們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嗎 Elon Musk他的一句話 可能就影響了Tesla的股價哦 他在政府部門當中的作為 可能就影響了他自己企業的股價 他說你放心 因為美國的國會監督的非常嚴格 可以叫他來 可以叫他幹嘛 他說這個就是美國制衡的關鍵 結果台灣呢 立法委員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連要求部長 答詢 都要被反質詢 如果部長認為他沒有搞清楚題目的話 他是可以反問的哦 那他有沒有搞清楚題目誰決定呢 也是他們決定的哦 所以台灣怎麼會還有兩三成的人 認為藍白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是擴權的呢 我到現在為止還是搞不懂 如果他們覺得藍白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是擴權的 立法院的113個人做的決定好吧 除以二 如果說62個在野黨所做成的決議是擴權的 那麼大法官四個人可以推翻62個人的決議 這62個人的背後是 兩千萬人的 推選的間接民主的實現 那大法官會議四個人 八個人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是我的看法 沒有錯啊 所以你說今天大法官 又通通都是立陣營的 就可以更 突選說 今天的大法官的判決 是非常荒謬的 啊 意識形態決定了大法官的視線內容 這種視線啊 的結果啊 以我做一個法律人 我是不可能接受的 嗯 好 那現在這個這個情況 呃台北律師公會 全國律師公會 哦一群人站出來一百多個人 可台灣的律師有 是的 快兩萬了吧 哦 快要 嗯 沒有兩萬大概也有一萬七八吧 啊 一百多人出來算什麼呢 你要知道 沉默的大多數 絕對 啊 超過所謂的一百多人 那所以會沉默 有些人是 啊 這個明哲保身 有些人是怕被 被這個查水錶 所以 大部分人是不會出來的 嗯 啊 這是可以想見的 在今天 這麼一個 啊 民進黨 執政獨大的情況下 他要找你麻煩 透過檢調警 啊 找任何人的麻煩 啊 都是可能的 嗯 所以有很多人呢 其實私底下也有跟我聯繫 表達對我的支持 可是啊 我也 了解他們 啊 不方便 我常常在捷運上也好 呃 高鐵也好 火車上也好 碰到退職的法官檢察官 嗯 啊 有些我根本不認識 啊 那他們當然認識我 就跟我講說他們支持我 那我就問說 哎 你大名 啊 他們說哎 這就這就不要講了 啊 你可以想到 啊 他們跟我交談的過程中 連名字都不願意說 只只大部分都講說啊 學長就不要我名字就不要講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想到他們私底下是支持的 啊 是反對 今天的民進黨 有很多的 许多做法也好 有很多的做法也好 施政也好 啊 或者理念也好 啊 意識形態也好 是反对的 可是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出来 连法律人都不愿意出来 你就可以想见说 台湾号称有很大的言论自由 只要不涉及政治的 我认为台湾的言论自由是OK的 可是一旦涉及政治 那个言论自由马上就缩限了 这是民进党他要找你麻烦 就透过检警调这些单位来找你麻烦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 所以这是一个 号称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其实言论是极端不自由的 只要牵涉到你 牵涉到你执政者 牵涉到你政党 大概都没有什么自由可言 他要找你麻烦就找你麻烦 这是我今天看到最觉得痛心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的民主法治到司法 其实又回到了戒人时期一样的水平 这个跟过去民进党党外所声称的 所呼吁的 所强力主张的 甚至这个以身作则跳出来反对过去的国民党的这些有风骨人通通不见了 通通消失了 可以这么说 确实这点让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不能理解啦 当年他们就冲装这个体制所争取的那些东西 遥貌的代价不会比我们现在小啊 对 可是经过不过就二三十年怎么搞的 那他们当年的那一个一身的风骨跑哪去了 好我要问一下这个 所以应验了一句话嘛 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败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样一个情形 没错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宪法当中最重要的原则就两个字 一个叫checks 一个叫balances balances 就是制衡 对 那制衡呢就很简单 不能让行政权独大 也不能让立法权独大 所以就要制衡 那有人说 所以才会有三权分立的问题嘛 对 互相制衡 对 有人说 这个国会你看又能调查 又能叫部长来问 然后又能万一他这个 你看这个立法院里面这么多匪谍 将来把国防机密都泄露出去 大家想一想啦 掌握国防机密的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啊 你在担心什么啦 掌握这些国家机密的是民意代表 如果你这么怕民意代表 调点资料就会泄密 那请问你 行政员那一仓库的资料 你们怎么不怕他泄密呢 行政院就没有匪谍吗 总统府没有匪谍吗 匪谍吗 对啊 好那我要回头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张静律师 宪法法庭到底是什么挖沟啦 我对一般人来讲 什么叫宪法法庭 我要怎么才去能够打宪法法庭 宪法法庭到底应该处理什么样的事情 宪法法庭有什么样的效力 按照我们的宪法原来的规范啊 有关违宪的解释的部分是 是司法院底下的大法官的权责是解释宪法 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 是不需要用诉讼的形式 所以早年是用大法官会议来决议的形式 后来才改成宪法诉讼法 是因为后来征修条文里面有讲到了 包括有关总统副总统的罢免 跟解散政党需要透过宪法诉讼 所以宪法诉讼法就产生了 可是宪法诉讼法产生以后 它所能处理的范围远超过我刚刚提到的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的部分 跟解散政党的部分 原来应该是大法官会议解释的部分 全部挪到了宪法诉讼法之中 这个本身为不为宪 其实都值得考虑 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吴威智的 云科大的教授 法律教授 他就很质疑这一点 认为说你宪法诉讼 也超过我们当初所设计安排的 这种范围 但是看起来现在 大家也都接受 包括蓝颖都接受了 让这些事情通通由宪法诉讼法来处理 但是 谁能够有权力申请 这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的 有些是没权力申请的人来申请的时候 那你宪法法庭要做第一个审查的 所谓的审查庭要做一个筛检的动作 哪些人是不可以来提宪法诉讼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监察在一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有没有违宪 它牵涉上是立法委员或立法院本身的职权行使 跟监察权的行使 跟行政权的行使 跟总统的行使 权力行使 有什么关系 不是他们权力的行使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来申请释宪 来申请这个宪法法庭 来宣告违宪 这就是我在第一个声明 我在这个月有两次的声明 第一次的声明就是说 你这些根本就没资格申请的 你这些大法官们 却让四个机关 包括了立法委员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51人来申请 照理你应该用不受理的方式来处理 连立法委员的申请 我都认为 你都已经复议案通过了 复议案通过最后怎么处理 行政院院长应急接受复议案 所以行政院院长 总统 总统要 等于是要准于这个行政院的复议 行政院才能提出 那你行政院跟总统 凭什么去申请释宪 你监察权跟立法院的职权行使 有什么关系 讲难听一点 今天的监察权的调查行使 有真的尽到责任吗 还是站着毛坑不拉屎 任何况 立法院如果能够职权 能够调查 并不影响你监察权的调查 也不影响你 检察官法院司法权的调查 这各自行使各自的权限 你凭什么来申请释宪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 大法官绝对违法的这个违宪的原因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发展下去 会变成什么样的结局 就是我担心的吧 以后所有的 在野党通过的法律案 只要民进党不爽 不合乎民进党的党义 不合乎民进党的利益 他都可以 透过民进党的立委 来申请释宪 那目前看起来 大法官就配合他们 宣告违宪 那立法院的法律 立的有何用处 只要不是民进党所想要的 通通可以宣告违宪 目前其实就是这样子 至少从职权行使法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看来 就是如此 以后比照办理是很容易的事情 有先例可循 这是我最担心的 那将来立法院 即使 多数 所谓立法院的多数 是在野党 也无法发挥 他们的立法职权 因为 司法院等于 本来司法院是要 监督立法院 没错 他同样也要监督 总统 要监督 这个 行政院等等 问题是 监察院根本不做吧 所以就会变得 立法院的调查权 就会变得 我认为 就是可贵的 所以 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板 林卓水就说 国会如果没有调查权 怎么说的过去嘛 而且过去 民进党也一直坚持 几十年前的民进党也认为 国会议员 要有调查权 对 怎么现在通通 这个 完全跟他们当初 所倡导的 所谓的 民主进步党的党纲也好 理念也好 现在都完全不符了 对 而且你知道当时那个 在设计这个宪政体制的时候 之所以 中华民国体制 会有五权宪法 这是世界少有的 这是孙中山先生独有的发明 对对对 当时 监察权是从立法权分出来 大家不要忘了 所以监察权是立法权的辅助权 或者是说监察权原本是立法权的一部分 一部分 对 可是现在的监察权却变成了行政权的一部分 没错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东西 离谱的事情 也就是说 原本这个监察权是用来帮助立法权 所以当年早期监察委员是民选的 对 是要选举的 后来就变成今天的 由总统来提名 就官派嘛 就变成官派的了 就变成官派的了 所以尤其在官派之下 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更有必要 以前监察院是民选的 还无法凸显立法院调查权的重要性 你现在官派的变成行政官了 没错 那立法院的调查权就更有必要 你放心了 张律师等到民进党当在野党的时候 他又会又会上上街头 然后去立法院打一架 把这法修回来 所以这个 这点我非常相信 就像就像陪审制 他们的党纲 这么久的党纲都是支持陪审制的 对 就差一位一上台就把陪审制推翻掉了 对 一样的意思嘛 这是 悲哀是老百姓没有察觉啊 这才是悲哀 好那我今天要再回到刚刚讲那个宪法诉讼法 宪法诉讼法 翁晓玲所提出来的东西是把 大法官会议的这个 出席门槛增加 也把最后 做成判决的这个门槛增加嘛 对吧 那现在民进党的做法就是反对 所以按照民进党的做法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超过他8席就可以开会嘛 那超过过半 现在也就是8席啦 对 所以是这个就是现实逼出来的 对 那以这个现实 如果让民进党得逞的话就是 我只要有5席大法官 我掌握 其实现在8席都是赖清德的人 都是清律的嘛 都是律的 对 那 因为这个大法官里面有两个是我以前 第一届检查官评件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嘛 一个詹森林 一个谢明阳 一个谢明阳 这个当他们掌握权力之后 是这样在看待台湾的民主 这个倒是我觉得我很惊讶的部分 嗯 好 那我今天要谈的是说 这个 呃 翁晓琳就是民进党 国民党所提出来这个版本 把这个门槛提高 提高 乍看之下就是让民进党无法为所欲为 甚至让他的这个宪法法庭开不成 对 如果你不愿意妥协你就开不成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制衡嘛 对啊 就是民主政治政党之间就是要妥协啊 开不成不是坏事啊 以其让他们开的城 搞出这么些违宪判决 还不如开不成呢 我也实在没想到 我脑袋里面实在想不出一件事情说 宪法法庭开不成 对老百姓 或对这个国家的体制会造成什么伤害 我一时两刻我这无法答 嗯 我真的答卷答不了啊 你知道那个许荣奇他们曾经去做去申请试线 试线 试线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 全世界少有 搞不好仅有把 诽谤罪 仍然放在刑事罪里面的 对 美国国务院连续三年的台湾人权报告中 指明台湾的媒体仍然受到刑事追诉 没错 就他没讲彭文正跟张静的名字 他其实很简直 好 所以许荣奇那这些我们的好朋友 他就去试线 结果直接不受理 直接就不受理了 对啊 对啊 他根本懒得理你啊 你们这些深斗小民对他来讲 他根本不屑一顾 对 所以一样要不然就是受理了以后 就判你败诉 写了一大堆你看不懂的东西 尤其是 i can't hold you anymore i need a reason for why you're so unsure you're a lost cause after all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strangers some you'll get to know but i am the kind i used to know but you still act like you don't know anymore so i lay there with my eyes light open,tracing back the moments,all the words you spoke and you saw on your light now you'll realize cause you're always out the door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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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这个张律师就是说 宪法离开不成有什么事情 会让我们觉得很不方便吗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方便 你看今天他们提出的所谓公版违宪 就是说你会让这个宪法法庭开不下去 所以呢 就会影响到人民的基本权 人民的基本权的维护 我们的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甚至行政诉讼 本来都应该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 就是因为这些诉讼 没有办法维护 甚至关关相互的结果 才会到宪法的层次 可是你要了解 人民的基本权 如果要提出 必须要站在反政府的一方 绝对不会是亲政府的一方来提 宪法诉讼说 我们政府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 可是你看今天跑出来的律师们 我就与万国好了 万国法律事务所 过去赖浩敏当过司法院院长 范光琴当过司法院秘书长 黄洪侠当过司法院大法官 他们就是一些司法方的律师 站在跟司法的政府机关 跟司法机关是站在一条线上的 你认为当事宪的时候 他是做人民的诉讼代理人 还是当政府机关的诉讼代理人 他既然这么维护宪法法庭 维护官权 维护官权不遗余力的时候 他会去倾听老百姓的声音 接受老百姓的委任去跟政府对抗 如果接受了委任 会全心一意的帮人民 还是会帮政府 他们一个司务所 就翁晓琳讲的 两千多万元的政府标案在万国手里 他会跟司法院过不去吗 他会跟行政院过不去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 所谓的上街头要维护人民的权益 没有了宪法法庭 倒是让他们少了很多的生意 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影响 有很多人说要请我打宪法法庭的诉讼 我说算了啦 我说我不可能打赢 尤其在这几年 我过去曾经申请大法官会议 解释还曾经有 成立过 成立过就是有关猥亵的 四字 我现在忘了四字几号 我还有申请四宪成功过的案例 到了宪法诉讼法 基本上我完全不接这一方面的案子 因为我相信这些绿的大法官看到我就讨厌 绝对不会怕我这边赢就没必要了嘛 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去找别人 你现在找我 我这个不收律师费也不是收了律师费也不是 所以你们去找别人不要再找我 因为我现在是整个大概司法院也好 法务部也好到总统成绩也好 我都是他们的黑五类 可以这么说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些律师们 我在美国我记得快四十年前 我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美国的法官 检察官 律师都跟我讲 律师是天生的反对党 没错 所以这几十年来 我基本上是不接政府的案子 尤其是诉讼案子 我有接过政府的案子就是 营业秘密法的制定 经济部拜托我 写出台湾第一版的营业秘密法的草案 后来删读通过 成为营业秘密法的这一部法律 基本上我是不接政府的案子的 因为我都是站在人民去对抗政府的那一方 这就是律师作为一个反对的角色 反对所有政府 不管当年的国民党政府 还是今天的民进党政府 我在国民党政府的时代 我也曾经跟这些律营的律师朋友们 一起上街头穿着律师袍 那是反好伯春军人干政的那一次 那一次我是跟律营的朋友们 律师们是站在一起的 但是今天我跟这些律营的律师们是 完全不愿意跟他们合伙的 结伙的 因为我愿意继续做个反对党 反对的角色 可是我觉得台湾有很多律师 早已成为帮着 帮着这个政府 来应用他的所谓的专业知识 欺负老百姓 这个不只在宪法诉讼法里面显现的出来 行政诉讼法更是可以看的 这个台湾的行政诉讼 基本上99%都是官官相护的诉讼 老百姓很难打赢诉讼 对 对不对 就算打赢 也不是就直接赢 是发回 特别是税法的案子 就发回 一再的发回 对 所以最后人生在赢的 一个就是那个太极门的案子 那个惨中了二三十年的大冤案 对没错 中天被关台的案子 对 赢了二三十场官司 可是完全没有任何回复 这个没有一样 你 你就算赢了 又回到中天 对不起 又回到NCC 然后NCC再判你 又还是对你不利 然后又来一个诉讼 不知意义何比 这个没有意义 台湾的诉讼法 有很多都必须要做根本的变革 尤其是行政诉讼这个部分 我个人是根本认为 应该要废掉行政诉讼 让他回到民事诉讼 让他回到民事诉讼 这个叫做民事行政的一元化 目前美国 英美法系的美国 大陆法系的日本 都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像台湾 像德国一样的行政法院 他们就由最高法院来处理 没有一个什么最高行政法院 他们就是最高法院在处理 包括大法官我都认为可以废掉 为什么 我们的大法官并不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在美国的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们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大法官就有违审查权 就可以审查宪法 你今天立法机关立的法律 或者行政机关立的命令 到底有没有违审 是透过美国的最高法院来处理 他们并没有一个像台湾一样的 所谓的宪法法庭 或者过去的大法官会议 并没有 日本也是如此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有 所谓的宪法法庭 或者德国称之为宪法法院 这样子的机构 才能够来维护宪法 最高法院就可以 所以我们司法改革党的主张 是一直都是 把五个最高阶的司法机关 整并成单一的最高法院 哪五个呢 司法院 宪法法庭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跟 惩戒法院 这些都是最高阶的法院 这五个法院 其实可以把它 合并起来成为单一的最高法院 一样可以处理 所有目前这五个机关 要做的事情 在最高法院都可以做 美国就是啊 美国也没有司法院啊 对不对 他也没有司法院 他也没有什么大法官会议 或者今天的宪法法院 他一样可以运作啊 日本亦然 所以 你要知道 就像 平常心里讲 立营里面 我唯一欣赏的一位 就是郑文荣郑律师 他跟我的立场是完全一样 就是 应该要建立一个 单一的最高法院 他还提出批评 我们有一百多个大法官 人家美国只有九个 日本只有十五个 我们养了一堆 最高阶的法官 虽然他的名称 未必叫大法官 我们称之为大法官的 只有十五个 可是 最高法院的法官 是不是可以称之为 这些大法官 在日本美国就是大法官啊 等同 等同大法官啊 这些大法官在台湾啊 这种最高阶的法官 有一百多个 我们才几个人啊 台湾才两千三百万人 美国是三亿三千万人 日本是一亿两千多万人 我们需要有这么多 最高阶的法官 在那边施慰素餐 在那边 领着国家的薪水 结果做的经常是 驳回老百姓的 这个 人权维护的 这种反对者 有意义嘛 台湾的司法说真的 官官相互 这种匠纲文化 太 太久了 真的是 要很难啊 没有大破 真的不会有大力了 对 所以司法改革党呢 基本上要改名叫司法革命党 可是当初去内政部申请的时候 革命这个 我准备明年 明年开我们 这个党员大会 我准备要开一个 本来依照法律 四年开一次党员大会 我准备明年 两年要开一次党员大会 要把司法改革党 更名为司法革命党 这有很多人跟我建议 其实当年啊 去年我们在成立的时候 我就是主张司法 革命党的 但是有一些人就劝我说 你用司法革命党 万一内政部找你麻烦 不让你通过 你就很难去年底的选举 就会有困难 先用司法改革党 让他成立 成立以后 以后再改 因为以后再改的时候 即使改不了 还有司法改革党 你不能在去年 要说司法革命党 他到时候不给你成立 你什么党都没有 这是我当时退一步 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但是 这一两年跟我反映说 应该要叫司法革命党 我认同 我真的认同 所以明年 我们会开党员大会来 来变更党民 如果他们不准的话 就去援引以前 国民党的最早源头 当时有叫做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 在民国三年的时候吧 大概 对 那个时候叫中华革命党 不过那时候 应该没有政党法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个 就跑出一个政党法 就会有 法也是自己定的 当然 我如果做总统 我马上就改变 好 你选总统我听你 没有没有 你选总统我听你 那就会变成继孙中山之后 又一个通气犯当选了国家的元首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在适当的时机回来 我当然会回去 你来参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全力支持你 因为我自认为我的这个声望 我的德行 大概还不到当总统的资格 虽然比现在这些 当总统 禽兽实录 对对对对 比我真的不会觉得我会输给他们 但是 这种总统位置不是你想你想做就可以做的 我只能这么说了 好 今天听到最有建设性的笑话 好来 那谢谢张静律师 我觉得我也代表宇宙政议学院同学们 感谢你用肉身抵挡坦克 心态不言中 谢谢张律师 我们真的任重道远 我们真的任重道远 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你在国外 我在国内 我们一起携手前进 谢谢 我会回去的 时间到了 一定回去 一定没有问题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 谢谢 谢谢 晚安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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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